金管會二十號公布的最新規定 民眾在進入到銀行處理事情之前 你需要的布置是證件 還必須要戴上口罩 早安 您好 不好意思幫您兩個額溫 謝謝 您要辦什麼樣的業務呢 通過體溫測量才能進入到銀行內部 民眾進入銀行 全程口罩不離身 因為根據金管會的最新規定 二十號起 民眾進入銀行之前 必須量測體溫兩次 而溫達到攝氏三十七點五度 而溫達三十八度 和沒有佩戴口罩的民眾 都不能進入銀行 我覺得這樣子是很不錯的 因為現在就是疫情那麼嚴重 就戴上口罩 進來這個室內的地方 就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這樣子 這個防疫是比較安全 銀行業者就透露 其實從疫情開始以來 就已經有強制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佩戴口罩進行服務 也有在地上椅子上 貼上保持社交距離的標語 不過還是有進行異地辦公 和人潮分流等等措施 盡管會強調 如果民眾發燒或沒有戴口罩 經過行員勸導 仍然堅持要進入銀行 可以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開罰新台幣三千元到一萬五千元 解鮮意外山台北參謀